有一名心理学家给学生上一堂压力的管理课 这位心理学家举起一杯水笑着问 同学们 大家知道这杯水有多重吗 各种回答都有 心理学家接着说 在这个问题当中 重量并不是那么重要 其实取决于你拖着这杯水的时间 如果你拖住它一分钟 这杯水没有问题 如果你拖它一个小时 你的手臂会酸 如果你拖它一天 你的手臂将会麻木 在这几种情况下 这杯水的重量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你拖得越久 你会感觉它变得越重 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担忧 就像这杯水一样 如果你能放下烦恼 油炉放下这杯水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 如果你不停地烦恼担忧 时间越长 放在心中越来越沉重 你的心就会受到伤害 如果你的心整天都想着压力和担忧 你将做不成任何的事情 你还会得病啊 所以要把内心的包袱放下 不要将内心的烦恼 从早上带到晚上 又从晚上带到第二天的早上 过去就是过去了 过去不可得 现在也会过去 所以现在也不可得 未来是美好的 但是靠着现在去做 因为未来还没有到 所以未来也不能得 这就是金刚经上面讲的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过去不可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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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